原來連續假期首日蘇花改大塞車 用路人要避開尖峰時段 冷氣團氣溫奏降 注意保暖身體健康 陽大護旅之家寒冬送暖關懷銀打足 三星銀柳品質優 閒銀跟銀兩相似招財吉祥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12月29號的宜蘭新聞 我是黃文淑 原來連續假期第一天 雖然天氣濕冷 但是仍然不解民眾出遊的興致 不僅是5號國道南下行車的時間 是平常的5倍 蘇花改一大早就從市區塞到冬奧 最強的車陣曾經高達10公里 蘇花分局提醒駕駛人可以選擇清晨 或是晚上出門 避免尖封時間 元旦假期的第一天 在國武平原線南下路段 並沒有大量的車流出現 但是一到了蘇澳市區以後 從旗山小開始就湧現車陣 都是要通往蘇花改 雖然有賽車狀況 但還好蘇澳警方提前預防交通管控 車輛非常守規矩 台隊等候 只是氣候濕冷 辛苦了 只請了原警 從早上大概5點多就開始湧現 那大概到7點的時候產生車隊 我們說警察分局 在騎前就已經有預估到車流狀況 所以我們及早就有立即做步崗 在車場一出現的時候就緊急上崗 那現在會車隊會擁捨的原因 就是在於車流量大 很多車要往花蓮方向 另外就是蘇澳公路 台九丁線東澳到南澳段 還是原本的山路 所以有彎曲散播的狀況 所以車流前進的速度會較慢 所以以至於回堵到蘇澳改 然後再從蘇澳改回堵到蘇澳正道路上 對元旦假期造成蘇澳市區 還有蘇澳改的大賽車 警方也提出相關呼籲 像是下了高速公路後 小車行駛台九線 大車走台二線 遵循耗制還有遠景的交管 或是避開白天尖峰時段 要讓駕駛朋友作為行車參考 所有警察分局提醒大家 在塞車的時候 請保持耐心 依序排隊前進 那事工處 交控中心 都依照車流量 讓南下的車流綠燈 保持長綠 那車流都能夠依序漸進 那大家切勿照進搶快 造成車禍 反而耽誤你更多的時間 那我們路線上都有放指示牌 引導牌面 那以及有我們的警察同仁 今天天氣冷又下雨 但是我們同事還是依然站在各路口 堅守崗位引導這個車輛 請各位聰明的用路人配合 就是避開現在車潮多的尖峰時段 我們做個聰明的用路人 然後這路況呢 都可以透過省道即時路況 或是收聽極廣來了解 明天連假第二天 還是以南下車流為多 而後三四天假期 則是換北上出現車潮 駕駛朋友可勝選上路出發時間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連續假期展開 冷氣團也緊跟著來襲 氣溫奏降 造成急性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增加 尤其是有慢性疾病的民眾 更是要注意保暖 測量血壓 定期的服用血壓藥 最近天氣轉冷 陽代醫院特別提醒患有心血管疾病 或慢性病的民眾 要注意保暖和飲食 早晚也要記得量血壓 如果有偏高的情形 最好及早就醫 以免延誤治療 天氣溫差變化比較大 在此提醒一下 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要小心會容易導致心肌梗塞 或是高血壓的容易耗發 因為為什麼會容易耗發 因為冬天血管會收縮 血壓上升 血液變比較濃稠的時候 會容易導致血栓的形成 這時候容易引發心肌梗塞或中風 尤其是你要外出的時候 從室內到室外 氣溫變化太大的時候 有心肌梗塞的心肌梗塞 這時候就要趕快到醫院做檢查 另外 家中有年紀大的長輩 一定要多關心老人家的身體狀況 不僅要留意房間的溫度 早上起床也要注意保暖 尤其是天氣冷 尽量不要外出 運動前也要考慮身體的狀況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 陽大醫院副社護理之家 日前在新明院區舉辦了寒冬送暖 關懷飲法的活動 邀請了旭文宏老師 以及廖子余社長所帶領的宜蘭大學 海運國際民俗舞蹈團研習社 為長輩們獻上祝福 也傳遞了愛與關懷 在老師和社長帶領之下 宜蘭大學海運國際民俗舞蹈研習社 連續三年到陽大護理之家 陪伴長輩一起製作卡片 並且透過不同國家的舞蹈表演 為長輩營造一個充滿愛和溫馨的環境 今天特別邀請到宜蘭大學的海運舞蹈社團 來到我們這邊為長輩來表演 那孩子們陪伴著長輩做手工的卡片 做卡片 以及帶來一國風情的舞蹈 讓長輩跟孩子們都獲得一個非常歡喜的假期 那我們護理之家本職的活動就是照顧的健身 每年節慶活動的一系列活動 我們都會做一些相關的系列安排 讓長輩能夠有更多的社會參與 也帶著社區學校的更多的人一起來關懷做高齡友善 關懷我們的老寶貝 護理之家指出他們秉持活動就是照顧 透過連結學校和社區的資源 邀請他們一起加入守護長者的行列 共同為營造高齡友善的環境而努力 一起守護我們的老寶貝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長期致力於社區關懷據典 長青食堂送餐 以及照護服務的莉莉樂火基金會 辦理了溫馨的尾亞活動 由各單位準備了許多精彩的表演活動 讓長輩們在歡樂的氛圍當中 促進生性的健康 畫面中正在麥莉演出的 就是莉莉基金會邀請社區長輩 參加學堂所組成的共舞團 經過專業老師的指導下 不但學習舞蹈才藝 更有機會展現成果 對於生性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又生戲劇協會 更是準備宜蘭傳統文化的歌仔戲 尖戰又鬥趣的演出 引起熱烈迴響 尤其台下的長輩 更是隨著節拍來鼓掌 心情好得快樂 因此基金會特別感謝各界的支持 讓阿公阿嬤歡喜迎接新年 臉書 wee 阿嬤歡喜躲 萬一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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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瓜 可惜 打 滾 滾 滾 坦克先生 雪恲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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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克先生 雪恲 滾 滾 坦克先生 雪恲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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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心情什麼樣 心情都不錯 好嗎 說的有的也是很猝味 所以這個寶就是 心情痛落嗎 好寶啊 很寶 有機會你要下去跳嗎 我沒有 我們好生 媳婦都有來 有的在老闆 有的在這裡 開心嗎 有的 怕事他們都有來 真開心 我們每一年都會舉辦一個睡末連環晚會 跟長輩一起同樂 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 也會請家屬一起來陪同長輩一起歡心 這次也很感謝 有我們莉莉學堂的幾星共舞的志工們 一起給長輩帶來很火熱的熱力的開場 也有我們宜蘭在地社區 還有無沙社區 也有我們的歌仔戲的表演團體 一起來同歡 這次也很謝謝鄭森的同仁的一起共襄盛舉 讓我們長輩能夠開開心心的 來過這個新的一年 莉莉經紀會也表示 會針對長者的需求 不但提供全天或日照服務 也會下鄉居家關懷 或是到社區分享健康促進的課程 希望擴大提升招呼的範圍跟品質 宜蘭新聞記者張莉菱 採訪報導 縣政府衛生局日前舉辦了 宜蘭縣107年度 長照服務機構督導優良 評鑑基優單位 以及照顧服務員聯合表揚頒獎活動 肯定並且感謝他們的服務 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服務 管理所每年定期 敦聘專家委員 對長照服務機構 進行實地輔導及考核 透過頒獎表揚活動 感謝長照服務機構的夥伴們 提供即時便利的長期照顧服務 讓縣內的老人家 身心障礙者都可以在自己熟悉 安心的社區在地安養 在地老化 長照機構的頒獎 跟我們照服務員的聯合頒獎典禮 其實是在 讓我們這些在地的機構 服務我們的長輩 更重要的這些長輩 能夠在地安養 在地老化 那這個長照的2.0的工作 雖然一路走來看看看看 可是我還是要相信 我們這個工作長久持續的下去 讓我們的長輩能在宜蘭 獲得好的照顧 因應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人力需求 衛生局也鼓勵年輕人投入長照 積極培育照顧人力 另外也期望藉由長照的各項宣導說明 增進社會大眾對照服工作的認識 以及正面價值 以強化照顧服務員的就業尊容 及留任誘因 期許透過這次的頒獎典禮 都以來提升多元照顧服務員 投入照顧的工作意願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 三星銀柳因為銜音跟銀兩很相似 有招財吉祥的意思 是春節應景花卉 受到大家的歡迎 而隨著春節的腳步越來越接近 目前也開始進入了採收期 今年因為沒有颱風 因此品質非常的好 儘管如此價格不變跟往年相差不遠 喜歡銀柳的人要趕快行動了 隨著春節腳步越來越近 應景的花卉三星銀柳也開始進入採收期 農民每天一大早就忙著採收分類整理 根據農民表示 由於今年沒有颱風侵襲 三星銀柳的生長狀況良好 品質優異 更勝往年 而價格則是跟去年一樣維持不變 今年引流差不多在12月20號開始採收 今年沒有沒有颱風 沒有颱風 所以收成比較好 花還比較漂亮 長度的部分 長度也有比較高 利率也比較漂亮 價格的部分 價格跟往年都一樣 分尺寸 有6、5、4、3 還有30下 價錢都不一樣 長度越高價錢越好 三星銀柳因為台語的諧音跟銀兩很相似 有招財敬寶吉祥如意的意涵 是農曆春節特別的熱門花卉 廣受大家喜愛 不要什麼意思 喜氣啊 對啊 銀兩 銀兩 對銀兩 擦了銀兩就來啦 所以已經進應景 對對對 外國也是一樣 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是一樣 農民表示銀流只要照顧得好 就可以撐得很久 甚至可以放一年之久 若想要多一點變化 也可以剝除花包外皮 露出銀白色的花朵 閃閃發量 更有銀兩以及喜氣的氣氛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中文鄉以農業為主 鄉內的大府國小 所推出的食農教育課程 特別跟附近的五桃塞農戶來合作 推出了一系列跟牛有關係的課程 包括研究牛的身體構造 牛糞的運用 以及如何駕馭牛車等等 相當有趣 一起來看看 作為大府國小食農教育課程 特別和附近的牛頭師農庫合作 推出一系列和牛有關的課程 包含養牛 減牛糞 以及駕馭牛車等等 從牛糞的認識 牛排泄物的運用 以及最接近我們的好朋友牛 他的身體過造一生 那最近就是藉由我們駕馭牛車這一塊 使小朋友能夠實地地來學習如何駕馭牛糞 那也藉由這個活動使小朋友能夠更喜愛我們食農教育的這個課程 那同時這個也是我們需要的一個特色課程 參與課程的小朋友都感到相當興奮 但也都表示駕馭牛車比騎腳踏車要困難很多 很好啊 那你覺得他的技巧在哪裡 技巧就是在 他動作口令要做對 不然的話牛就會不知道你想做什麼 就會 就是不會按照你想做的方式 就會跑到別的地方 牛比較難操作腳踏車比較容易 因為 牛為什麼會比較難操作 就是 會想要吃草 腳踏車不會 學校老師也透過這項課程 領悟出如何和學生相處之道 要先了解孩子的習性和脾氣 而因材施教 而不是強壓式的教學 說今天來 簽這個牛車 其實 並不是說只有口令 加上動作 還有就是你必須要去注意到 這個 牛老師他本身的狀況 他可能今天 心情不好 好 例如說下雨天的時候 那個水牛是會很喜歡下雨天 可是黃牛呢 他會不喜歡下雨天 所以他會一直想要離開 那你就必須要考慮到他的心情 還有他們的特性就是 他們會 要吃草 所以你必須要去了解他 你才能夠去駕馭他 就像 我在帶這些孩子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去了解每個孩子 我才能夠帶得動他們 而不是用 強壓式的 所以在這邊其實我學到很多 牛頭四野開放一般民眾來駕馭牛車 歡迎鄉親踴躍前往體驗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 為了提升溫泉飯店的禮賓服務 焦溪溫泉業者特別邀請了日本有300年老字號 溫泉飯店高倩屋集團的女將 親自傳授日本溫泉飯店禮賓服務接待 希望能夠作為焦溪飯店鴻海現況的區隔 焦溪有飯店業者邀請到日本有明湯一門美育的300年老字號溫泉飯店 高倩屋集團女將 親自傳授日本溫泉飯店禮賓服務接待 與三型縣溫泉文化作意交流 以傳統結合現代的軟體服務 作為焦溪飯店鴻海現況的區隔 客人對我們所有的第一印象就是我們怎麼樣來打招呼 那所有的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因為所有的客人來到一個溫泉旅館都有期待 所以我們不能讓客人失望 那我們要盡量表現出來我們的熱情的一個歡迎 最重要的是笑容 所以最重要的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所有的笑容 不管是任何時候你在外面在裡面在櫃台 第一個跟客人你一定要笑臉贏人 他講的三個point 第一個就是一樣的一定要笑臉贏人 第二個就是說你不能跟客人拒絕 不能跟客人說no 然後第三個就是在榻榻米的一個服務的地方 你就是跪下來你的視線不能高於客人 這個是他們在日本旅館的一個三個point的一個代客方式 高建屋集團在日本是極富盛名的溫泉飯店四家 也是日本三行縣第一家清酒博物館 更是知名溫泉聖地藏王溫泉最大的飯店集團 以及最具有代表性的老字號溫泉旅館 服務以及接待溫泉軟硬體提供 餐飲設計是一流 專程受邀前來郊西提供給溫泉飯店業者 家子的禮賓與服務 讓遊客能夠賓至如歸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 位在南方澳南西馬桶的大陸 船員安置中心 全盛時期有2000多人 現在只剩下五六十名 縣府計劃針對空間進行活化使用 而縣遠林奇山者建議 將碼頭來作為海上觀光船舶使用 而一樓作為旅客服務中心 三四樓可以規劃成飯店 或者是旅館休憩使用 將有助於南方澳地區的觀光發展 15年前興建的大陸漁工安置中心 初步分為三大建築 碰各有三層樓 最多是其曾經收容2500多漁工 可見內部空間非常寬敞 也因此縣府想要解除境外管制 遷移現有五六十位大陸籍漁工 讓安置中心解編 來提升中心空間運用的效能 所以地方議員林奇山 有了初步的建議 從碼頭開始到內部規劃 主要朝向觀光發展為主 同時有跟縣政府和我們地方來做溝通 那他們現在的意識 就是說這個港口這麼漂亮 在這裡還有這個麵頭 還有這三棟建築物也這麼漂亮 應當要來做比較有效的一個功能 來運用 所以說今天 就是說我們這裡有海釣船 我們這裡有一些娛樂船 還有一些不一樣的攤船 希望他們能夠在這邊 來做他們的上下船 下船這個部分 希望能夠做一個 那個旅客的 我們的這個 村子要在外海 和濟港的這個旅客服務中心 那樓上的部分 要來做一個漁民的這個國民旅館 現在目前年出席的規劃 應該是朝這個目標 而且第一棟跟第二棟現在 是積極已經在改善當中 第三棟這邊這邊 如果一邊後 它就會朝未來的這個方向來做 但是目前年出席 是當時立協調當中 是希望說第三棟的這個部分 跟第一棟、第二棟先去做 第一棟、第二棟先去做 第三棟的部分 樓上的部分 還是讓他們來 繼續來到他們 這個小船不再 雇用大陸移工的部分來完成 未來安置中心的轉型應用 雖然值得期待 但目前要透過各單位的協商 尋覓適合地點 先遷移目前安置的大陸船員 讓中心才能有 整體的完善規劃設計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連續假期第一天 天氣是相當的寒冷 而接下來幾天 是否有回溫的機會呢 根據中央氣象局表示 明天 清晨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 各地天氣仍然寒冷 而北部局部地區 甚至會出現 10到11度左右的低溫 白天強烈大陸冷氣團減弱 北部及東半部地區 天氣仍然是比較涼的 而中南部日夜溫差大 東北部地區 以及大台北地區 有下雨 並且有局部大雨 發生的機會 提醒大家外出 一定要注意保暖 接下來關心 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明天宜蘭地區是陰有雨的天氣 降雨機率90% 氣溫是13到16度 接下來關心雨月氣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感謝鄉親跟著宜蘭新聞 關心宜蘭大小事 我是黃文淑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幾乎 發神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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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棒 我看我能快回去 穿50去ções 坐ちょ团子 assembly-eton- sind MEMI-RUSH 有数人 有数人 没有数人 我没定乱 有数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